繼續追問振興五倍券 因為剛剛早上那個 就是民進黨立委政國會 他們還是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就是說希望民眾不要拿一千塊 來換這個五倍券 那這個部分行政瑜怎麼回應 謝謝 這部分如果剛剛所講 在整個的設計上面 去年是一加三 所以叫三倍券 那今年參考去年的模式 原則上的政策規劃 也是朝這個方向來規劃 那我要特別強調說 在去年的經驗上面 對中低收入戶或是弱勢的家庭 大概有109萬左右 他是免付這一千元的 這一千元是直接賄賂他的帳戶 讓他拿這一千元 來換三千的振興券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如果剛剛也稍微對我說明 他有讓人民一起參與 人民他這個錢 他的錢也是拿來買消費券 對不起這個增金券 那這個增金券拿來做消費 那他等於在參與跟貢獻裡面 對他的消費心理上面 他會push他能夠把這個增金券 在我們所訂的這個短期間內 因為去年就差不多七月十六號到十二月底 把它加速的完成 當然相關的這個意見 我們都會再注意再看看 再溝通說明 讓大家了解說這個政策的用意 確實能夠帶動更大的經濟效應 等於不是就政府來用這個大筆的預算 來支撐這個經濟或刺激的經濟 是變成是一個全民運動 這是非常難能可貴 各位想想看 以去年一千換三千 就有高達百之九十八以上的民眾參與 兩千三百三十萬人領取 我相信在去年成功的經驗底下 今年應該可以 因為今年反而是加碼了 是五倍券 應該可以刺激民眾願意一起來 像去年一樣掀起另外一波的 經濟參與的全民運動